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都是自动自发的精进 大家欢喜来读圣讯 让我一次次与先佛更亲近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之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到第210次 白阳圣经伦理的研读 我们今天读的是 行友一利则以邪文 那我们上次呢 读到这个正坛讯 正坛讯 那我们再把这一部分复习一下 淑娟 中离群大仙 寒香子大仙慈讯 无畏见耗得 如好色则也 无畏见耗道 如好生则也 无畏见耗贤 如好宝则也 无畏见耗血 如好财则也 无畏见耗善 如好丸则也 行友余力 白话讯 中离大仙慈悲 无畏见耗得 如好色则也 这是谁说的 孔子 寒大仙慈悲 你们认得孔子吗 认识 中离群大仙慈悲 要心中有孔子 才认得孔子啊 寒大仙慈悲 如果只有知道 没有存心笑话 有没有用 没有 无畏见耗贤 如好宝则也 你们喜不喜欢宝贝 喜欢 喜不喜欢闲人 喜欢 有的人不懂得 清净贤德之人 中离贤大仙慈悲 现在的人比较喜欢 贤人 贤东 贤西 那个做不好 这个做不好 这样子 贤人 是不是 要把他改成贤人 要清净有贤德的人 无畏见耗学 如好财 则也 现在的人都喜欢财源滚滚男 学到的时候 是不是越多越好 是 中离贤大仙慈悲 我未见耗礼节 如好名味则也 无未见耗中年 如好良药则也 无未见耗亲近 如好享受则也 无未见耗真理 如好美食则也 无未见耗中道 如好装饭则也 情有余力 白话训 韩大仙 无未见耗善 如好玩者也 你们好不好玩 好 有些人宁愿存一些钱 去国外旅游 也不愿意把钱 拿来做善事 韩大仙 无未见耗中年 如好良药则也 良药是不是苦口 是 但是利于病 忠离大仙 忠言是不是逆耳 是 唯有听进去 才是良药 韩大仙 谁会对你们 讲忠言呢 先逢老师 前贤 父母呢 会 你们听不听 听 父母从小念到大 你们还喜欢听吗 喜欢 当你们 远离父母的时候 有没有父母 耳边的唠叨 会不会响 会 所以 有的时候 不知道珍惜 是很可悲的 无未见耗真理 如好 美食 折也 有一些人 真的不喜欢 听道理 不知道道理 可以慢慢咀嚼 越嚼 越咀嚼 越香 越咀嚼 越有味道 如果 胡伦吞枣 浅尝 折止 当然 没有味道 忠离大仙 无未见耗中道 如耗装扮 折也 装扮 要不要看场合 要 需不需要 拿捏 要 如果 太浓 妆艳抹 好看吗 不好看 中道 也是需要 拿捏 韩大仙 就像你们 往脸上擦粉 多一点 就太白了 少一点 又红红的 所以 是人的中庸之道 几个人 学得道呢 很少 很少 要不要学 要 止证弹讯 这些都是人 容易犯到的毛病 希望闲事们 都能够低心受教 纵然 现在没有犯到 要实时提醒自己 好我们请立平 中尼泉大仙 韩湘子大仙 辞讯 无畏见避玉 如避火 折也 无畏见避产 如避碎 折也 无畏见避恶 如避冤 折也 无畏见避邪 如避贼 折也 好 这个火会伤人 所以 这个避 欲望 要向避火 不要去跳火坑的意思了 所以对自己的欲望 要管理的好一点 然后 避禅 禅就是人家 讲一些 讨好我们的 好听的话 叫做 这个甜言蜜语 这个禅语 禅 就是讲一些甜言蜜语 那我们听在眼里 要如避 这个灰 灰就是很肮脏的 然后 避恶 恶就是让人嫌恶 讨厌的东西 就好像 避 烟 烟就是生烟 就好像你 要掉到这个生烟一样 非常小心 听到 看到 这些嫌恶的事情 就很小心 不要掉到生烟里都去了 那避邪 这个邪恶的东西 要像避贼一样 千万不要去接触 好我们看看 先佛怎么说 美心 行有余力 白话训 钟离大仙 无畏见 必惨 如必 贵者也 喜不喜欢 人家跟你说好话 喜欢 可是话里面 要很小心 韩大仙 无畏见 必欲 如必 活 者也 请问 我能是吗 不能 恶能做吗 不能 钟离大仙 无畏见 必 恶如必 冤 者也 有一句话 一不错 不不错 一失足 千古恨 有的时候 从小错开始 王后会 亮成大错 韩大仙 有些事情 是不能乱事的 种下这个恶因 恶果就 逃不掉了 无畏见 必 邪 如必 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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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偷主人的东西 你们的血心 能把你们真主人掏空 愚取 愚求 让你又神无主 所以 心佛很简单 恶要跟我们提点 就好比 我们都喜欢听好听的话 但是 话里面 我们要很小心 有时候 表面讲好话 私底下 背后讲我们的坏话 这种人大有人在 然后 义望就像火会烧身一样 所以一个人义望很强 最后 一火烧身 所以这个是不能做的 这是恶 然后再来呢 中理大仙给我们直辈说 恶 恶就是做错事 所以 要 避恶如避焉 就是 一步错 就会不步错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一失足 就会成千古恨 然后 韩大仙 跟我们讲说 有些事情 我们不能试 乱试的话 照下恶因 就逃不掉了 所以要 避邪如避贼 尤其邪恶的 不好的 这种贼 有时候会把我们的真主人 也偷了 让我们六神无主 好 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 请陆老师 松离全道先 寒香子大仙持续 无畏见必贪望 如必蛊惑者脸 无畏见必称贵 无畏称贵 称贵 如必蛇蝎者脸 无畏见必痴迷 如必流沙者也 无畏见必是非 如必杀货者也 两位大仙很慈悲 这边跟我们讲了很多要避避避 意思是说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去碰 就好比一个人贪心不足妄念就会多 这样很容易掉入什么 蛊惑就是陷阱 就好像捕野兽的那些 捕野兽的东西啊 网啊 或是陷阱啊 然后掉进去 那这样子的话就跳不出来了 然后这个贪称痴 这个称贵就是 人啊 很多习性脾气毛病 这个脾气毛病一旦起来很可怕 他会变成本来一个人心很好 一花脾气就像蛇蝎一样 蛇蝎就是很可怕的 会伤人的 那这个痴迷啊 痴迷就是人啊 就对于真理啊 对于理性真理的东西呢 往往呢 会被我们说鬼迷心窍 自己执着的东西 一旦久了就会被这个东西所困住 然后变成痴心妄想 跳不出来 所以这个也要 就像被流沙 被流沙整个吞进去 那么可怕了 然后嗜恢 闭嗜恢就像避灾祸一样 好来我们来看看 先佛怎么来教导我们 来我们请文淑 行有余利白话训 钟离大仙 无畏见地摊旺 如避古获则也 现今社会有没有很多陷阱 有时候是不是自己掉进去了 常常都是因为人的贪心 这可要谨慎啊 杭大仙 小贪大贪 你们自己可要小心谨慎 钟离权大仙 无畏见 必称 会 如必舍蝎 则也 这个道好修 我后来念 有时候生气是伤人又伤己 就像毒蝎会伤人 杭大仙 你们要知道生气是有毒的 还没有毒到别人 就先读到就先读自己 难怪现在四人 病痛这么多 无畏见 必痴迷 如必流沙则也 流沙是不是越陷越深啊 人的痴迷 会让人越陷越深 而不能自拔 现在你们 有你们的老师 大手把你们拔出来了 要不要再陷下去 不要 无畏见 必是非 如必摘 或者也 世间哪个地方 没有是非呢 钟离权大仙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有是非 有是非心 才会讲是非 好 那我们感谢大仙 给我们慈悲 世间真的有很多陷阱 但是 这些陷阱 都是因为我们的贪心 就很容易掉进去 以前所谓的金光党 把你骗得光光的 把你的钱都骗光了 那个都是 为什么呢 都是因为我们的贪念 所造成的 另外呢 蛇蝎就是很毒 会伤人的东西 有时候人呢 好的时候就像佛 生气 花脾气的时候就叫磨 那个花脾气 就是这个称慧 这生气就会伤人 然后讲到说 这个流沙 流沙就是很可怕 在你哪里呢 就是会越陷越深 所以一个人如果痴迷的话 就会越陷越深 跳不出来 跳不出来 所以需要有明师给我们拉靶 六万年来我们可能 都掉到这个轮回的陷阱中 所以呢 感谢我们明师佛佛老师给我们拉靶 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夜陷夜深的流沙 另外呢 讲到说哪个地方都会有是非啦 但是呢 如果我们没有是非心 我们去到哪里 我们有遇到是非的时候 也不会对我们有影响 那这边还有一段 我们继续来请写情 行有余力白话训 韩大仙慈悲 不要想是非 不要讲是非 但是要明白是非 容不容易 不容易 人要明白是非过后 又要化掉 不要有存分别对待的心 这才难啊 一般人明白是非 就起强烈的分别对待心 这是人所易犯的毛病 分别对待太强烈 你能感化他吗 不能 因为你对他已经有成见了 佛菩萨是怎么感化人的 如果佛菩萨对众生 有强烈的分别对待 众生能够被感化吗 不能 所以你们好好地学习 明白是非 又能够一视同仁 这就是修道 所以讲到要明白是非 但是呢 不要讲是非 不过 明白是非容易 不讲是非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人都很容易啊 心直口快 然后呢 听到什么就讲什么 有时候呢 就传是非 就变成是非人 那人都会有一些毛病啊 脾气啊 等等啊 那我们呢 要对峙自己的脾气毛病 最重要就是不要掉到这些是非里面 有些人为了澄清某一些他的认为是或是别人非 然后就跟人家吵架 然后就跟人家吵架 脾气毛病就来了 所以这个这样子我们就很难啊 去度化有缘众生 自己的脾气毛病 是非心这么强 那如何能够敢化别人呢 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要学的地方很多 我们来请苏珠姐 行有余力白发迅 韩大仙 量大不大 财大 量大不大 自相要不要大 要不要做一个败平身无大志的人 你们今天说要认命 认命要认哪个命啊 天命是命 如果你认的是天命 就要想想 你来自理天 来到人间要做些什么呢 还要认清你的使命 这叫做认命 如果你认的是俗命 那就是你做一个凡夫十指去法 好大仙这边告诉我们要 心量要寡大 量大不财会大 心量要广大的意思就是 就好像我们讲说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那这个就要很大的心量 自己的孩子教育好 这是每个人都会的 但是也能够教育别人的孩子 而且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 一样来教育 那这个就要有很大的心量 那心量大的人福就大 当然靠的是他的眼大的志向 所以一个心平无大志的人 你说要他这个有多大的心量也很难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很多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来自理天 来人间要做什么 那里面就有很多的使命跟责任 所以我们要去体会了解 心量要打开来 不要跟一般凡夫十五指一样 还精精计较一些世俗的东西 好 来我们请淑娟 行有余力百话训 忠离大仙慈悲 不要小看自己 韩大仙慈悲 被仙活看重 也要自己看重自己 先问问你们存的是什么心 你存的什么心 上天就给你什么 存的是真心 老天就给你的真 存的是一半一半的心 老天给的也是一半一半 好 一半一半的心就是 我们说 人啊 这个 老子所讲的 上世闻道情而行之 那个是真心 那 中世闻道若存若无 那个就是一半一半的心 下世闻道大笑识 那可能连一半都没有 好 所以 我们那一份真诚的心 也就是菩提心 如果是真心 哇 那一定会有很大的动力 如果一直去努力就对了 好 呃 我们请隶属讲师 行有余虑白话训 终离大仙慈悲 修道人至少也是个半仙 是不是 是 再修下去就真的成仙了 好不好 好 但是这个心可要全真的 是不是 是 可见现在大部分都是半仙 所以还是个半仙 有些事情是要赶紧做 什么事要赶紧做呢 修半道 什么不等人啊 时间 大仙慈悲 孝道也是要赶紧做啊 过了一天就少一天 好 这段话呢 告诉我们 人不要当半仙 要 要真正 全心全意 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要努力去做 所以 前真很重要 前真才能真正成为仙 那 这样子的人 才会把握时间啊 才不会浪费时光呢 那把握时间去做 每一个时间应该做的事情 尤其 大仙告诉我们 孝道 要赶紧做 因为 过了一天 就少了一天 进孝道的机会 好 以上呢 是我们 政坛师 政坛师 我们感谢两位大仙 给我们的慈悲 那讲了 将近有二十个 我们要避的 我们要有的 要好的 要喜好什么 要避什么 其实还蛮受用的 好 接下来是底训的部分 我们 请业力讲师 好 其为人之本 那 人呢 在世 我们作为一个人 孝涕是最根本的 如果一个人 连孝道都做不到 那他没办法 将来社会上能做什么呢 都会给人家瞧不起 一个人如果孝道做好了 将来在社会上 就能够立身行道 扬明后世 自己没有去先扬 别人会代为先扬 因为孝子很容易感动天 感动地感动人的 千则受益满兆手 这个是做人应该有的修养 我们就是要千功有礼 这样子呢 我们人生才会顺利 也会招来很多的福报 还有大智若宜方称弦 大智若宜就是一个 夜有内涵的人 他夜内念 话虽然不多 但是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 看起来好像不会跟人家争 但是天下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以他争 因为他大智若宜 是一个真正有内涵的人 再来万物道为本法古 我们今天所学的道 就是天地万物造化的道理 古圣先前也是学这个道理 而成就的 所以我们要孝圣法行 学习古圣先行 很多很多的完人 就是好比真子 他三行五身 他的学习 这个道 还观内省的功夫 的修养功夫 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古圣先行 另外呢 要懂得感认忏悔 这是每天要做的 如果说 我们家里有佛堂 我们每天现香都会有忏悔文 事实存得感恩的心 每一天都会过得很充实 每一天呢都是很快乐的 因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他就会很快乐 他不会有抱怨 一个会抱怨的人代表他不懂得感恩 那每天每天生活得很快乐 日心其得 日心其得 每天每天都对得心的修养有进步 那这个顾及权 连长久无法治愈的疾病都会好起来 所以 人要从快乐的心情 然后呢 每天有机会多做好事 日心其得嘛 这样子身体也会一来一好 一些长久无法治愈的疾病也会变好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 请这个 谨慈来帮我们读 寒香子大先此讯 学修讲办暗不尽 内圣外望 不敷衍 万教发展 如蕴白羊 人人可为圣贤 参赞化欲至尊贵 三才之中勿清观 善用色身积福慧 一失人生悔恨难 好 学修讲办行 道场呢 帮我们规划得非常好 我们只要按部就班去学习 那将来就很容易有成就 这里面就包括有内圣外望的功夫 内圣是自己的修养功夫 内得的涵养 外王呢 就是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度化众生 能够让众生呢 真正的离苦得乐 回到里天故家乡 这一种内圣外王的功夫 不敷衍 你就是不要随随便便 那这是圣人所做的事 所以我们也要努力 不要敷衍了事 万教发展如蕴白羊 处在当今这个时代万教齐发 但是呢 真正带领时代的是 如蕴白羊 在这个白羊期 如家应应 引领这个时代 所以我们现代的人呢 不用出家去修行 我们在家也可以修 不用到寺庙到患 这个 不是只有那边有道 生活当中 有这个道 反而更容易修 所以如蕴白羊讲的就是 生活中的道理 生活有道 做人有德 人人可为甚行 所以我们白羊期的修炼 它跟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 生活当中 不管在家庭在事业 在工作在道场 样样都要圆满 所以 它是一个前方位的锻炼 锻炼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圣贤 所以不能 家不顾好 反而是要修身起家 以前是抛家 现在要修身起家 以前的圣贤都是修身起家的 很多 那我们要孝顺法贤 参赞画意至尊贵 三才之中物清官 人就是天地人三才之一 不要看清自己 我们发挥我们的这个 潜在的能力 可以参赞天地画意 可以成为人人所尊敬的 成为世间最尊贵的 只要我们肯用心努力去发挥 这个叫善用色身 激福慧 一丝人生 悔恨难 我们这个色身就是我们这个肉身 如果用来激福慧 当然 它是非常好用 但用来造业 它也非常好用 所以呢 我们能够成就 像佛菩萨也是靠这个身体 没有身体也很难修 但是呢 人的身体有各种欲望 也很容易造业 这个叫一丝人生悔恨难 所以修道就是 首先要管好自己 管好自己的脾气毛病 另外呢 把自己的所言所行 生活中 让他有道 以道来作为自己生活的准则 这样子就可以激福慧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感谢哥前嫌 那不赶时间的我们请坐 我们再用三分钟来 共同 练太和 好 来我们 菩萨低眉 眼观鼻 鼻观心 就回到明师一点 用我们的意念 唤醒我们的菩提心 那你在弦观一处啊 就会有感觉 因为明师已经帮我们开启 那一种绵绵若存的感觉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用 聚光老师教我们的 弦观呼吸化 深呼吸 当深呼吸的时候 记得用意念 也把 太和元气 天地间的这一股正能量 牵引进来 用我们的意念 从弦观进来 因为只有弦观是正阳窍 其他 全身都是阴窍 所以阴窍进来的是晦气 阳窍进来的是正能量 正气 所以我们要多 吸收天地的正气 让我们的心充满正能量 让我们全身充满正气 正能量 身体当然也会非常好 好 我们再一次的深呼吸 然后呢 用我们的意念 从弦观处 把天地的正能量 尤其在我们这个明德园啊 这个地方的能量磁场 非常好 好 然后呢 我们要多 吸那天地的正能量 太和元气 吸进来 充满全身 到脚底再呼出来 一呼一吸 一吸一呼 在这当中 让全身充满正能量 好的 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 今天共同的学习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